Hello,大家好,那今天我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通常说这是我们的Temple City的村口 那这是一个十住路口 然后那对面的话是有一个Plaza 里面有咸鱼县 然后这个韩国餐烧烤店 然后为什么会在这呢? 我们转一下看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在这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东西 这个海报 这个电影叫做Note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片子了 这个片子在上周五开始上映 7月22号开始上映 就周末的话 票房已经达到4400万 那说这个电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在这呢? 因为你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非常有可能能看到我 不是说我在这个电影里面啊 是我的短片 在它的这个Note的影片播放之前 会播放 会给大家展映 所以的话 这个片就对我来说很重要了 因为那么大一个片子 你看这个导演是Jordan Pierre 那他是奥斯卡的 获过最佳原创的剧本嘛 然后他也是很棒的一个导演 演员,喜剧演员 然后当然这个片子不是喜剧啊 这是科幻的一个片子 然后这个演员是谁? Steven Young Steven Young 他的片子Minari 相信大家也知道 在2021年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 然后另外一个主演叫做Daniel Kaluuya 那他是获得了最佳的在 也是同年也是2021年 获得了最佳的男配者奖 就据我所知就有很多个奥斯卡的提名 然后有两个是奥斯卡的得主 其中是导演还有这个那个黑人演员 那这是亚裔的演员 能在这个片子里面作为一个 比较主要的演员的话也是很棒的啊 为什么我们一个短片能够在大的电影院 商业的电影院里面放映 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大片的前面放映呢 这就要感谢这个Rising Voices Season 2 这个平台了 我觉得这个平台非常棒 就是能够使一些小制作 一些还在起步不久的一些导演 能够有机会上商业的院线电影 然后通过这些大片来带动 然后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特别是对于电影人导演啊他们 然后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有这样的机会就是演了这样的一个短片 然后又能在这样的大片的前面放映的话 我也是非常的感到幸运而且非常开心 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 那我们这个短片是在指定的一些电影院啊 离最近的一个电影院就是Pasandina的那个叫做Academy Cinemas 这个电影院离这里不远 然后我们的这个放映的时间是其实已经开始了 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已经看到了 假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迟到那也会看不到 因为我们的片子是在这个片的之前 你得提前20分钟我们的短片是15分钟 所以如果你正打算去看这个电影 同时那我就麻烦请大家提前20分钟到电影院 然后要去指定的电影院 我会给大家一个列表 那上面的话会有所有整个美国的电影院的那个一个列表 非常希望更多人看到 然后明天我也会去看 带朋友还有家人去看 我已经跟导演沟通过了 就是等他有空的时候我想采访一下他 让他来聊一聊关于Rising Voices Rising Voices是怎么样的一个program 然后作为一个电影人 一个导演 一个编剧 应该怎么样去pitch这样的一个项目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 因为毕竟他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活动的 因为这个Rising Voices 他是每年会投资100万美金 然后找10个导演去拍10个短片 所以的话就是说一个是资金搞定了 另外的话这个平台会推动你 特别是像这次这样的机会就是能够在这么一个大片的前面去放映你的电影 那是直接搭上了一个就说大车吧一个快车 让你更多的人了解到看到你的作品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你去看这个电影 记住了就是我们这个只有还有几天了 还有两三天了 就是28号 28号之前想要去看才能看到那个电影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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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